现年70岁的知名作家李扬 日前搭乘北捷身体不适 询问坐在博爱座的三名年轻人 都没有人愿意让座 其中一人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但李扬表示看不出来 另外两人则是不断翻白眼 让他气得质问台北市长蒋万安 针对博爱座是不是有更明确的规范 让大家都可以遵守 否则台湾人口老化 这样的纠纷只会越来越多 台北捷运博爱座让座问题 再度引发讨论 知名作家现年70岁的李扬发文表示 日前搭乘北捷当天身体不是那么舒服 但三位坐在博爱座的年轻人 没有人愿意让座 询问其中戴耳机的年轻男生 他说自己不舒服 但李扬表示看不出来 再询问另外两位男生 却是不断给他翻白眼 让他气得质问台北市长蒋万安 关于北捷的博爱座 您有什么看法 随着台湾人口老化 这样的纠纷会越来越多 是否有个更明确的规范 让大家都可以遵守 要不就干脆取消博爱座 要不然就明确的规定说 年轻人可以做 可是当年长的人有需要的时候 要求他们的时候 请他们让座 我觉得年轻人不舒服也可以做 因为真的有些人是外在看不出来的 因为年轻人跟我们的想法又不太一样 如果是我是一定会让 那我取消就好了 要让你就让 不让就不要让 天文一处引发正反意见讨论 有人认为年轻人不懂事 很少为他人着想 也有人认为做博爱座的优先顺序 不是用年龄来区分 否则更容易造成情绪勒索建议取消 对此北捷表示 现阶段已经将优先座位的概念 融入博爱座的标示 提醒旅客将座位优先 里让给年长者 孕妇行动不便 或是身体不适等需求者 出于体贴的博爱座 却有可能被道德绑架 有学者直言 与其民定规范 不如培养民众同理心 减少不必要的争端 这里是陆伯聪台北采访报道